大家好 欢迎你下载和使用F1Hire一海头 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帮助同学来求职的工具 那我今天来讲一下这个工具呢 如何来使用它的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好 那么你如果下载了工具以后呢 你到了LinkedIn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图像 那这里边呢 我们有几块信息 比如说呢 我搜的是BetaScientist 在西雅图 对吧 那么呢 我一搜索 这呢 DataScientist的职位 然后呢 这个工具呢 就会来告诉你说 这家公司 这叫DAIS这家公司 他们以前有没有支持过H1B 有没有支持过E-Verify E-Verify是什么呢 就是你做CPT和OPT的extension 都需要这家公司是E-Verify的 那么如果他支持过H1B呢 他以前支持过多少个 这一年支持了多少个 比如这个新的有一个 然后续的有一个 14个 那你要有一个概念 那么有的公司呢 你还可以看到支持的这些职位 是什么 有的没有 好的 那么呢 你点开这个以后呢 你就看到右边有这么一个框 这个框呢 就是帮你来读Job Description 就是职位描述的工具 我跟很多的同学和家长说呢 你申请职位的话 一定要读他的职位描述 因为职位描述就是你这个工作是要干什么的 很多时候呢 这个公司他有公司的政策 但是呢 这个职位呢 会有他自己的要求 在这里能看到什么呢 你看首先师父所支持这个 H1B sponsorship 那这里边他没有说必须是US season 所以这个呢 就是可以申请的 这个职位呢 他是本科和硕士都可以 是需要7年的工作的经验 那可能这个呢 就不适合我们 下面呢 有需要的这个技能 那技能呢 它有一个匹配度 这个匹配度怎么来的呢 是这边更新了你的简历 或者是更新你的这个job keyword 那么呢 我们的这个工具呢 就可以自动的把你的技能呢 和这个职位所需要的技能呢 能够匹配起来 那如果呢 你要是特别喜欢这个职位 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呢 来改进你的这个简历 比如你可以update你的profile 让他的这个匹配度更高 那么这是一个职位 是这样 那么呢 这呢 左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有一个七分之一 七分之一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这边有一个过滤器 因为我们这个F1Hire呢 能够给大家提供非常多的 关于公司的信息 所以我可能呢 只想看有H1B历史的 而且只想看有Everify历史 比如说这有两个有H1B历史的 那么只有一个是又有H1B 又有Everify历史的 而且呢 我可能呢 只想看所谓大厂 就是1000个以上的 那这个公司正好是这个大厂 这样的话呢 就非常的方便 这里边我们呢 再来看另外一个Data Scientist 在三番 这里呢 因为呢 我们这个工具呢 是你在眼睛看到的时候呢 我们的工具就在后边 来帮你filter 所以呢 你只要往下来翻 所以这里边呢 有25个职位里呢 有5个适合你的要求的 那么呢 这是大厂 那么有的同学呢 他是很着急的想找intern 这样的话呢 我呢 就可以来选择 这个公司呢 是中小厂 一个到500个人的企业 这个工具呢 也可以帮你找到 哎 这是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他雇人比较快嘛 对吧 还有同学呢 他比如他是学文科的 那么他只想去 不需要H1B抽签的这些产业 比如说呢 是高等教育啊 医疗健康啊 非盈利 这6个这个产业呢 你可以来选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看这25个里边呢 就有一个是符合要求 那后边呢 他可以再看下一页 有没有符合他要求的 看看这有没有 好 这25个里没有 所以呢 你要想找到 这样的产业 还是相对比较难的 那这呢 有可能呢 是你的这个job title 可能不对 比如很多医院里面呢 他的job title呢 比如叫data analyst 他不叫这个data scientist 对 你看 在这个9个里边呢 就有一个符合你的要求 所以呢 一海头的软件呢 就可以来帮助你 迅速的来找到这些职位 然后呢 过滤掉你可能不需要的职位 找到你想要的 但是你想要的职位 可能不是一个 你要找非常非常多 有另外一个视频呢 也介绍了我们这个 strategy怎么来使用 这strategy就能让你能够 把你找工作的这个 填keyword来搜索的这个效能呢 能够提高10倍到100倍 那这个工具呢 让你能够很好的来帮助你 找到工作 很好的上岸 好 我希望呢 这个视频呢 能够帮助到我们 想要找工作 正在找工作的 这些留学美国的同学们 如果你的视频也能帮助到 你的室友 你的同学 或者你的家人 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可能呢 你的一次分享 就改变了他们求学就业的道路 我是程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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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